本分级在本十一日清晨两点三十八分许 接获民众包含成金峰乡嘉兰村 某个小赤部有纠纷案 经过我们严谨持户现场 当事人已经离开 进行办调查 当事人有四名 居是来自于泰玛里的民众 这四名 民众是到该小赤部来消费饮酒 那以酒后来一欠价 与本地的州训民众发生肢体冲突 而是执行冲突后 该市民消费者 持石头丢职这个小赤部 造成这个店家的玻璃 还有这个门窗很多破裂 同时也造成了 猛性的理性员工脸部 遭到玻璃的化伤 该市民室案的 仅有本分级的传唤答案说明 那前案的一 这个伤害罪 还有这个毁损 以及妨害次序等罪嫌 移送台中地检署证办 而大午分级呼吁 绝对不容许有任何不法分子 在侠领之事 警方对于暴力的案件 决不宽待 定重述侦办 将不法分子追击到案 以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给你 谢谢观看